在今天冷氣團的影響 許多朋友都會感覺到 天氣冷嗖嗖 最重要一點 降雨明顯之外 濕度偏大 溫度低的情形之下 我們體肤表面的一些熱氣 就容易被潮濕的空氣 給帶出去 所以今天的風寒指數的感受上來說 就特別的冷 天氣形態來說 在今天晚上開始 要有所轉變了 怎麼轉變 我們就先來看看 今天的一些觀測資料了 先來注意到 今天溫度最低的地方在淡水 清晨的溫度只有12.1度 不過到了下午淡水 也只有12.4 所以今天一整天 整個北台灣 都是一個冷嗖嗖的感覺 冷嗖嗖的感覺明顯最重要 當然跟雨量有明顯的關係了 可以注意到整個降雨的狀況 從嘉義以北全都有雨 尤其是在這三區的部分 的降雨狀況明顯 還有一個北部海岸線地區比較多 最主要就是海面上的水汽 進入到了地形的抬升作用 而造成了比較明顯的雨勢 在山區的部分 在平地的部分出現 那天氣狀況來說 雨的部分到了晚上的時候 游南往北將會逐漸的要減少 因為華南水汽的水汽帶量來說 正在減少當中 但今天風力最大的地方在藍雨 可是有達到十級的強震風 因為今天冷氣團的影響 明天游南往北 雨的部分要逐漸的停了 禮拜五開始天氣要好轉了 這樣的好天氣可以持續 大概有6天的時間 我們就來看一下色調強化的雲圖了 色調強化雲圖當中 我們先來注意到台灣上空 你可以注意到北方有雲帶在通過 現在的雲層主要在華中到江南 這邊的雲帶正在通過東移之下 那台灣上空的水汽的量來說 今天下午還有一波水汽 正在東移當中 當這個水汽到了今天晚上 逐漸的離開之後 我們可以注意到目前在印度洋這邊 最主要輸送水汽過來 還要有低壓送水汽 而這邊的低壓區來說的水汽量來說 從印度洋過來的水汽 已經逐漸的在減少 所以這一波的華南水汽的影響來說 對我們台灣的話 正要減少當中 從彩色雲圖上面來看看 就可以注意到 雲層的發展在今天白天 仍然是很明顯 所以江雨的狀況 在中部以北是比較多 還是要提醒大家 晚上雨區行車注意安全 到明天的時候 北方的高壓系統 東移進入黃海 而冷空氣的強度的部分明天減弱 再加上華南水汽的量減少 明天開始我們的白天以後 開始溫度略深 雨的部分由南往北逐漸停下來 228連續假期好好安排活動 天氣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各地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仍然偏冷 明天白天的高溫部分 北部地區還是偏冷 中部南部溫度會上升一些 陽光下午以後都會露臉 東半部地區雲層減少 外島地區夜晚溫度 仍然比較偏低些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外出穿著還是要注意保暖 山區夜晚有濃霧 行車方面注意安全